凯尔特仁客场对阵尼克斯 哥登海沃德休战 亚图姆24分14版 凯尔特仁103比101击败尼克斯 开场欧文 贝恩斯联手发挥 带领凯尔特仁打出14-5开局 之后塔图姆 获福得命中3G3分 杰伦布朗打3分 凯尔特仁26比10领先 继姆哈登连续得分缩小分差 尼克斯首阶18比31落后 本节9号新秀凯尔诺克斯快攻时严重扭伤脚踝离场 次杰特里尔爆发带队打出10段零开局 罗奇尔连得8分强势回应 多特森最后一分钟连终3分 尼克斯上半场追到48-50 塔图姆半场12分是个篮板 第三节双方陷入缠斗 马库斯斯马特在节目爆发 塔图姆最后一分钟连得4分 塔尔特仁77比710领先进入末节 第四节尼克斯一度落后10分 但小哈的为命中3G3分半平比分 欧蓝突破两发全中 接着助攻霍夫的打将 欧蓝快攻再次打成2加1 塔尔特人96比89领先 缝蓝 坎特蓝下打进缩小分叉 塔图姆乱战中口蓝 但兰斯托马斯命中3分 尼克斯追到98-99 最后21.1秒 塔图姆被打下哈达为后羊跳投命中 坎尔特仁101比98领先 博客上篮快速取分 塔图姆两发全中 博客三分出手造成塔图姆犯规 但他第一发头丢 最终尼克斯101比103西败 塔图姆24分14板 欧蓝16分5助攻 贝恩斯10分5板 霍夫得8分10板 莫利斯16分6板 罗奇20分 肖哈达威24分 坎特17分15板 邮范林长 特里尔15分 特雷伯克10分9助攻 本文为1.号作者原创 未经收全部的转载